台湾行政院前发言人陈宗燕被爆出在11年前担任台南市官员时 长期接受了性招待又涉及到贪赌案被迫寝死下台 由于他被认为是赖清德的嫡系子弟兵 所以台湾政坛盛传这是民进党的内部派系斗争 爆料的目的就是为了打乱赖清德在2024的大选布局 民进党主席赖清德的子弟兵 台湾行政院前发言人陈宗燕被爆料11年前在台南市政府担任官员时 曾接受业者不当性招待 陈宗燕因此仓皇请辞发言人职务 当时的台南市长就是赖清德 后续陈宗燕又被挖出成涉及贪赌案 但检察官疑似受到压力为积极查办 丑闻接连曝光台湾政坛盛传 爆料者的目标其实坚持赖清德 陈宗燕的事情没有发表看法 赖清德的嫡妻人马深陷丑闻 有分析认为民进党内有派系 想借此打乱赖清德布局2024的规划 立拱蔡英文主义的台湾行政院长陈建仁 取而代之 我们也希望来尊重司法 能够早日厘清真相 让真相能够让大众能够了解 国民党嘲讽 民进党不仅内斗还迟安 我注意到赖清德的子弟兵郭国文 他的方向跟大家都不一样哦 大家都说当年有没有吃案啊 他说检调应该去查泄密者 民进党内风雨越来 赖清德若是无法稳住阵脚 后续来自党内派系的攻势 恐怕会一波接着一波 凤华卫视 黄家滕宁波军特别报道